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方面把我家当成我之前去学习着历史的练习对象 第二方面也让家里安静清爽一些 最近有一部电影《旧爱断舍离》里面是在讲女主角向往过几点生活 决定断舍离家里过往30年左右的东西 但执行的过程却和家人还有朋友之间发生不少冲突 那说起冲突几点生活是我目前向往和追求的没有错 在一起住的家人男女朋友就未必这么想了 我们家也是 虽然我爸妈并不阻止我断舍离自己的房间 但也不会主动想要几件什么 生活这样子也很好啊 为什么非得要用我向往的那一套 生活这样子也很好啊 为什么非得要丢掉你所有那些还没有用到的东西 我看完电影其实烦死了不少 虽然我家如你们现在所见并不是超乱或是东西超爆多 但理我想要打造的那种生活空间还是差蛮多的 虽然电影里是有蛮剃烈的手法要家人社去不美好的回忆 但我自己的观点是真的尽量不要为难他们 因为改变的人是我们 我今天看到最扯的就是 你那个咖啡有两包都开了 然后每一包我只用一点点 这降生什么呢 降生你开了一包之后忘记自己有 又开了一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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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妈超好 啊 那你好了 嗯 好棒 快拍手 好啦不要再弄乱了哈 嗯 大多长辈过往生活比现在贫困的很多 物资缺乏的状况是我根本就想想不出来的 我还记得我妈妈跟我说 她小时候就是跟邻居玩跳格子啊 橡皮筋跳声长大的 哪里有什么玩具 或跟兄弟姐妹合吃一碗牛肉汤面 汤面是没有牛肉的那种喔 就满足到不行 所以说要他们接受断舍理想一想也觉得 嗯 好像有点太为难了 尤其直接改造成什么急电风啊 我在想或许循序渐进的方式会更好一些 像我就只是希望我今天的目标可以达到 该摆放的食物就放在食物架上 不该摆放的东西就挪走四处空间来 这个价值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好拿取的地方堆制了一大堆不需要立刻拿取的东西 我当然也向往我家是那种没有堆制东西不是太多 什么都很有质感的感觉那样 每个角落怎么拍都是衣服没照 不用落入无限整理的轮回里 就像我自己的房间我就很有感触 从东西变少之后整理是什么啊 大概就是折一折床上乱丢两三件衣服这样而已吧 想必有开始尝试极简生活的你们会有个感触是 家人男女朋友不准你丢他们的东西 但严重的话连你自己的东西他们也不准你擅自丢掉 因为他们觉得好浪费 或者是他们觉得你可能只是在跟风 我们会想要愤恨不平的反击 放着不用也浪费啊 那四处生活空间不是更宽敞更好吗 可是这个就真的没有在用啊 为什么不能丢麦卷呢 放着坏掉生灰尘真的有比较好吗 在各种无解僵持的状况下 在各种观众跟我反应说我妈妈那我乱丢东西 我就好像渐渐了解什么叫做 说什么也都是没用的状况 这样开始也不错 《摆脱束缚的一年》这本书就有提到 我的杂物感觉和你的不一样 想一想觉得这句话真的非常有道理 套用在我自己身上的话 在我眼里那一堆无用的DVD 在我爸眼里可能是宝贝 在我爸眼里我床上的那只绒毛果玩具 可能根本也是个废物 我想他一定也觉得到底要做东西干什么 后来又说回来我自己又做得如何呢 我还是有一些还没有处理的装饰品放在所尝试 就是之后觉得可能会用 我最近认识的一个基建主义者Joy 他就说 在不影响身体健康的前提下 要先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你过得开心 你工作学业因此顺遂 你心情很好 这样就会影响给周边的人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和我不是太亲密哦 也是几乎毕业就不联络的那一种 他这阵子突然思绪对我说谢谢 我才知道他本来也是 不管什么基建断捨立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看我这样干净简单 明明也没有多少东西 却还是可以搭办得很好 过得很优雅的样子 而渐渐被影响 他就说不知不觉勾率下降 也卖了很多东西 如果可以用自己的行为 和成果去感化他人 虽然不知道是花多少月 多少年的潜移默化 可是这应该是最不费口舍 就改变他人的方式 生活在同个屋檐下 尤其是住在父母的家呀 或是房子拥有全不是你的时候 尊重彼此就成了很重要的事情 嗯 我不会说自己身为基建YouTuber 就做得多好啊 我也没有办法回应和解决每个 来问我家人不愿意解键啊 断舍离怎么办的问题 但我会期许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美好的转变可以影响到别人 既然我想要这件生活 他们想要就这样生活 那或许我要寻找的平衡点是 我用整理和调整物品去合适的地方 这样的方式来让双方都开心 希望我妈妈自己就非常满意 我今天帮她整理之后的成果 这是我想到最和谐也直接去执行的第一步骤 我想这也是我看完就在断舍离那部电影之后 自己比较大的反思 要接受别人的生活模式 因为他们也在接受我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你们也有一点点启发或重新思考 那一边做一边想一边修正 这是我能做的 希望我们都能在这件的路上越来越好 那就下期影片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